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稀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夏阳洲 古番园影必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名片之一 这是一首诵别诗 《欲离情于邪景》 诗作以绚丽斑驳的烟花春色 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 极尽渲染之能诗 毁出了一幅意境开阔 情思不绝 色彩明快 风流倜傥的诗人宋别花 此时虽为惜别之作 却写得飘逸灵动 情深而不至 义勇而不卑 慈美而不服 运远而不虚 725年 唐玄宗开元13年 李白乘船从四川沿长江东下一路游览了不少地图 在襄阳 金湖北相翻 他听说前辈诗人孟浩然 隐居在城东南的路门山中 特地去拜访他 孟浩然看了李白的事 大家称赞 两人很快成了之一 孟浩然热情地款待李白 并留他住了十多天 730年阳春三月 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 金江苏扬州 便托人带信 约孟浩然在江夏 今武汉市武畅相会 这天 他们在江夏的黄鹤楼愉快地重逢 各宿思念之情 几天后 孟浩然乘传冬夏 李白亲自送到江边 船开走了 李白助力江岸 望着那孤帆渐渐远去 惆怅之情犹然而生 便挥救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明天之一 这是一首颂别诗 欲离情于邪景 诗作以绚丽斑驳的烟花春色 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 极尽渲染之能诗 毁出了一幅意境开阔 形丝不绝 色彩明快 风流倜傥的诗人颂别画 此诗虽为惜别之作 却写得飘逸灵动 情深而不至 亦勇而不卑 慈美而不服 云远而不虚 725年 唐玄宗开元13年 李白乘船从四川延长江东下 一路游览了不少地方 在襄阳 金湖北乡翻 他听说前辈诗人孟浩然 隐居在城东南的路门山中 特地去拜访他 孟浩然看了李白的视频 大家称赞 两人很快成了志友 孟浩然热情地款待李白 并留他住了十多天 730年阳春三月 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 金江苏扬州 便托人带信 约孟浩然在江夏 进武汉市武昌相会 这天 他们在江夏的黄鹤楼 愉快地重逢 各宿思念之情 几天后 孟浩然称谈东下 李白亲自送到江边 船开走了 李白助力江岸 望着那孤帆渐渐远去 惆怅之情油然而生 便挥救了之手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日